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oy 说起时空旅行 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Jun Tether 这位大约2000年在互联网出现的人 他声称自己是2036年穿越时空回来的未来人 也就是16年后的人去到2000年 便与当时的网民互通 描述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身世 以及时空旅行的事情 当然也留下了很多关于未来的一些预言 成为了当时的网路红人 但是关于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 一直都众说风云 在20年后的今天 这个谜团似乎可以解开了 那我们就先时光倒流回去看看Jun Tether的事件吧 2000年11月2日 一位化名为Time Traveling的网友忽然在网路上出现 并在美国专门讨论时间旅行的大型留言区 分享自己对时光机器以及时间穿越技术的支持 起初网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普通的网友交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他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表露自己是从未来穿越到现在的时间旅行者 并详细的描述了他自身的背景 以及揭示未来世界的状况 于是逐渐成为各大论坛的新红人 加上他本身非常乐意解答网民对于未来世界的疑问 而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出 他是有一定科学以及电脑知识的人 似乎比较了解世界局势以及科技的前瞻发展 比如他当时就提到了粒子对撞机 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局势 而粒子对撞机在当时还很少人知道 所以这让更多人开始留意他的发文 后来Time Traveling开始在BBS Artbell论坛上发文 并直接改名为Drum Titer 2001年3月24日 Drum Titer宣布自己将要返回未来 并不会再用Drum Titer的名义发文 果然自此之后就没有人再有关于这个Drum Titer的消息 20年过去了 尽管关于Drum Titer贴文有所缺失 但是由于备份的人很多 我们还是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他的文章 那么这个Drum Titer到底是什么人 他真的是来自未来吗 根据Drum Titer在网上的留言 他声称自己在未来世界是一位美国军人 工作的基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塔伯市 主要负责执行时空旅行的任务 而他这次的任务原本是被派去1975年的罗测斯特市 要从他祖父那里取得一部电脑 这是一部IBM出的5100电脑 他要把这台电脑带回未来 那为什么Drum Titer要大费周章 回到过去哪一台电脑呢 原来他们的目的是用这台电脑在2036年 办一些旧的电脑程式除错 因为据Drum Titer说 UNIX系统在2038年所面对的缺陷问题有关 就像2000年的千年虫问题类似 当时被称为2038问题 Drum Titer解释 IBM5100有一个特殊功能 可以模拟旧电脑运行IPL和BASIC编程语言用来除错 未来的电脑却没有这个功能 而因为他的祖父有参与IBM5100的生产 所以他才会被委派这个任务 Drum Titer取得他祖父的电脑后 又因为私人理由来到了2000年 除了要找回在未来战争中缺失的照片 还去探望了自己小时候的家人 在这期间他在网络上与网友大量交流 警告人们要注意风牛症 要留意美国会发生内战以及世界大战 另外他也提到了外星人也可能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可能 尽管很多人都质疑他的说法 但是他表示他并不在意 他说他只是想测试能不能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所以非常愿意回答网友的各种疑问 就因为他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Drum Titer的故事 再加上他对自己的声势 以及时空穿越的理论有清晰的解释 还附上了时光机图片以及设计图 重力场扭曲的光线去拍等等 而当时对于是否相信Drum Titer的故事 出现了两极话 一些不相信的人认为 Drum Titer的账号可能是由多人控制着 不同领域的人分别来回答不同网友的提问 而Drum Titer是否真实存在 这些质疑是否正确 时间旅行的可能性有多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找出真相吧 在Drum Titer的故事中 以他所说的未来预言最为人知晓 其实这些所谓的预言只不过是Drum Titer 在回答网友问题时的回应 所以很多对未来世界的描述都非常的模糊 而且他还曾说过 现在的宇宙与他未来的宇宙时间线并不一样 所以发生的事情并不会完全相同 但同时他也表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少的 这里他利用了平行宇宙的说法 也被称作多重宇宙论 指的是一种在物理学里尚未证实的假说 就是在我们的宇宙之外 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宇宙 而这些宇宙是存在不同的时间线中的 而多重宇宙这个名词 是由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在1895年提出的 关于这个如果有空的话 到时候会专门做一期影片给大家讲解 虽然不同的很少 所以很多网友还是把Drum Titer说过的事情 当做预言来看 当然现在我们回看这些预言的话 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预言都是不准的 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的预言 例如2004年至2015年 美国会内战 2014年之后不会有奥运 2015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及核战争 还有2007年时空旅行会有重大发现 以及中央银行已经不存在等等 2015年美国没有发生内战 不过到了16年 漫威英雄到时发生了内战 14年之后 在2016年有巴西奥运 不过今年的2020年的奥运到真是没有了 但如果说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会不会是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呢 当然也有很多预言是被他说中的 2001年CERN的LHC就公布了可以制造小型黑洞的可能 但不是像Jone Titer所说的用来时光旅行 而是为了窥探更多宇宙奥秘 很多相信Jone Titer的人认为 他准确预言了2003年3月发生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而且原因是美国认为伊拉克拥有大型的杀伤力武器 关于这个预言其实也不是那么神奇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 关于伊拉克问题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 还有他提到的IBM5100电脑有未被公开的特殊能力 这个的确后来也得到证实 根据IBM工程师所说 这个特殊功能确实存在 非因商业理由而将这个功能保密 避免竞争对手利用 但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商业秘密 早在1991年就已经提到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有些网路知识的人应该都会了解 而根据Jone Titer的说法 他原本是要去到1975年的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在2000年11月才首次出现 不过有网友发现 在1998年就有人传真给电台节目说自己是未来人 并说2034年发明了时光机 而在第二封传真中 他说自己会4月来到并会离去 这倒是与Jone Titer的说法吻合 但是这两封传真里预言的事情 没有一件成真 几乎是灵命中 比如2000年的金言虫 说美国的共产制度会发展起来 中国会取回台湾 唯一接近的就是他说在纽约的摩天大楼在未来不存在 这个就让人想起了911事件 但是如果1998年的人与Jone Titer是同一个人的话 他应该知道2000年的千年虫事件并没有发生 还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被网友提出 Jone Titer曾经表示 每次时间旅行都会产生出不同的时间线 所以无法做到零差异 这样一来 在理论上就不可以回到自己原本的时间线 所以在这个设定下 就不可能有时空旅行去拿以前的电脑来成就未来世界 因为他根本无法回到他原本的时间线 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而当时有三位嫌疑人最有可能是Jone Titer 第一位嫌疑人叫做Larry Harbour 2008年5月19日 一个电视节目委托私家侦探要查出Jone Titer的真实身份 最后私家侦探认为 2003年9月16日成立了一个Jone Titer基金会 而这个基金会的法律顾问Larry Harbour是最大的嫌疑人 而基金会透过一个石谱出版社 推出了一本收录了Jone Titer预言的书籍 而Larry Harbour的弟弟是一名IT的相关工作者 最可疑的是Jone Titer当时上线的IP地址 正好与这个基金会租用的邮箱地址相同 这样看起来的话 Larry Harbour的嫌疑最大 但是他本人一口否决并不承认 他说他只是负责法律事物 与Jone Titer的身份无关 而第二个嫌疑人Marry Harbour 在第一个嫌疑人曝光后半年 2009年2月 一个专门调查网络谣言的网站 这座剧《猎人》也对Jone Titer世界展开调查 他们发现当时很多与Jone Titer互动的账号 都是假账号 这些假账号都是在Jone Titer出现后注册 而且只在Jone Titer贴文中留言 为了就是提高它的曝光率 最后恶色剧烈人锁定了第一位嫌疑人的家族 他们认为第一个嫌疑人只是替罪羔羊 而真正的嫌疑人应该是他懂得电脑知识的弟弟 Marry Harbour 因为他们发现Jone Titer贴文中有很多词汇 是只有IT电脑行业才会使用的术语 而Marry Harbour只是暗示真正犯人是他哥哥 对事情澄清没有什么帮助 第三个嫌疑人Jone Titer在2015年的一个Podcast节目中 一位制作游戏剧本Jone Titer接受采访时说 Jone Titer的故事其实是他们创造的一个游戏剧本 不过后期他们团队因为意见不合就搁置了这个计划 后来Marry Harbour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点子偷走 Joseph说自己不认识Marry Harbour 怀疑他上过自己的游戏课堂 Joseph知道Jone Titer基金会成立并出版了相关书籍 才与Marry Harbour联络上并要求他不准再出书盈利 不然就会公开他们的谎言以及控告他们请权 果然之后Jone Titer基金会就没有再出书 不过他们依然已接受访问与电影授权获利 那你们觉得这三个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故事创作者呢 为了找出真相2018年有人找来了曾经验证过 开堂手杰克信件笔记随属的语言法证学家 ADN尼尼博士 开堂手杰克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悬案哦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时候会专门做一个影片 ADN尼尼博士详细比对了Jone Titer的文章后 得出了Jone Titer并非真正的时间旅行者的初步结论 这是从不同时期大家的语言流行写法以及词汇判断的 比如说Webosite这个词也可以写成well然后控格set 原本1990年控格写法是主流 后来慢慢变成了联写 而未来人Jone Titer在使用2000年流行的词汇 这明显不正常 为了找出真正的范人 ADN尼尼博士将上述的嫌疑人比对 将他们文章中100个常用的词汇 语法的规律 常用的标点符号 句子段落的长度 以及写作风格做对比后发现 在嫌疑人中 Maurie Harbour是Jone Titer的可能性最大 在经过科学上认证 原来Harbour家会电脑弟弟才是Jone Titer的真身 这纯粹是一场恶作剧 当然也有一定的利益驱使 时间倒游对于人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假想 但是这个真的能够实现吗 如果说未来真的有时空旅行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见到未来人的足迹 但是如果所谓的时间旅行 只能在不同的时间线中存在 那其实意义也并不大 与幻想也差不多 那你们相信时空旅行的存在吗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 还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